好另外来看这个在我们现在关心 大家说这个大哥带头大哥要领队 当然看台积电台积电很多人等了一整年了 Intel CEO 这边是反对这个美国政府捕捉台积电 这是上礼拜这个新闻 那我们看到刘董的回应是说 不值得回应 因为我们不会重商同业 科举不一样 他说我们台湾不稳定啊什么什么 就不回应了 我们怎么样大家看得清楚 那另外包括刘董 因为蔡明杰都说半导体迎接黄金十年 这话也是想给高通听的 不是短时间是十年我们都很好 产业盛会没有结束 那半导体是我们台湾重要的命脉 看得这么好 应该代表是个未来这个产业还是可期 我想先问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还是差不多在60203左右有移 陈老师你对台积电的看法 因为你是你第一张买多少钱我又忘了 那个二十几年前了吧 放到现在已经零成本了 零成本的投资 你没有压力 所以你怎么看 台积电其实这家公司 我们看它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制程的技术 技术你如果说一直在先进 那当然台积电来讲 它三奈米的制程大概在明年下班也会出来 那你高阶的制程 其实就是台积电领先同业的地方 高阶制程你会对公司来讲 就是你的毛利率可以拉高 这是第一个 那再来台积电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全世界在那边扩厂很多那种 像很多大学生毕业都直接到台积电去上班了 缺了很多那个员工这样子 那它这些厂的速度我们去观察它 如果这些厂都产能都开出来 它的营收也会增加 那所以说高阶制程就是增加它的毛利率 新的厂新的厂能开出来就增加营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它最近这两年 其实它获利成长蛮高的 特别是2020年 那个成长从以前那个2019的13块到2020年 接近20块钱这成长蛮高的 那目前今年今年预估 就是我们把它抓最近 四季大概可以赚到22块钱 那我们用本利比来评估一下 它目前台积电你用600块去算的话 用22块的EPS本利比大概27倍 那讲实话台积电跟台积电比 台积电过去它的平均的本利比最高 过去五年平均大概是21倍 表示现在的本利比是比以前来讲 是稍微高一点 不过通常获利成长的公司 我们是愿意给它更高的本利比 因为台积电以前那个本利比 大概在21倍的时候 那时候EPS大概在12、13块 那现在已经20几块了 那我相信我个人认为明年还是会成长的 那成长的获利成长的公司 我们通常会愿意给它更高的本利比 所以说最近两年大概平均成长是30% 那我是希望说可以给它一个30倍的本利比 这就按照一个作者 《足路法则》他的书上面写的 30%的成长是可以给到30倍的本利比 但是重点来了 获利成长才是最主要的关键 OK好 所以你觉得30倍本利比明年 所以还是看好的 所以这个价位会建议大家在 台积电价位我就不评估了 但是我是觉得说你就看嘛 其实刚刚庆一讲的也是对的 这半导体产生我个人是长期看好 因为你科技各方面进步 半导体你看现在很多车用电子 都在在缺晶片 那你如果看好的话 你其实你也可以利用KT指标嘛 或者用本利比在相对低点的时候买进 好技术分析来看 OK好其实我这样讲 我在看台积电的时候 我像刚刚提到Intel他CEO提到那句话 我这样讲啦 那个那一句话 你真的是听听就好 真的听听就好 为什么因为Intel现在很烂啊 Intel烂死了 那你股价这么烂 你只能靠什么 但是自家人出来讲话 那现在台积电我觉得无庸置疑 他就是一个世界霸主的地位 那当然像刚刚崇敏老师提到 说明年第三季第四季三奈米会开始 那到了后年2024年 其实整个三奈米会开始全面量产 所以如果以台积电 这个的时程这样来走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对手了 他根本就没有对手 那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台积电该怎么做 用短线来说 我个人想法是台积电短线 并不是这么好做 那我觉得说这个东西你 应该说你每一个股票 每一档股票他有他的股性在 应该是说我们可以 放长一点来看 所以说如果叫我看台积电 我觉得说台积电现在那边整理 其实无所谓 因为主要我们看什么 现在大盘没有创新高 那如果说我大盘要创新高 用什么股票来创新高会最好 一定是台积电 这样整个市场才会有信心 所以台积电那边整理 我觉得OK无所谓 那当然如果说你是要操作 短线的投资人OK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台积电你会发现 他虽然这几个月就是一直给你 一直给你赠一直给你赠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他在这个地方 他该跌破的位置其实都守住 他该跌破的位置他都守得很好 那如果说以我们技术分析来说 你是真的很想要不行 我一定要做短线 我台积电我要做短线 那怎么办 好我们来看一下 就在上礼拜的这个低点590亿元 这个就是一个短线大量的防抽点 所以如果你真的非常想要做台积电短线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 可以供大家参考的位置 OK好我们另外来看 今天这个新的公司 这个挂牌是利基店 那么利基店这个今天挂牌上市之后 马上这个股价 现在还在76块左右 其实这个在找牌是涨了六成之多 现在涨了五十几% 那么当黄从仁在这个业界的传奇 我们就不赘速了 他今天特别讲说 这股票不会变壁质 大家就想到这个前程往事 那到底利基店挂牌上市之后 联电跟利基店 因为今天这个黄董也说 他会成为全球第五大的晶圆厂 今天声势很大 庆祝黄晴也出来了 怎么看呢 如果是联电跟利基店怎么选择 永明哥 对如果就短线的立场来讲 一定是利基店 就长线的立场来讲是联电 那这两个会不会未来都会好 我认为都会好 但是这个时间点 大家要稍微分清楚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个比较表 那这张比较表里面 就是把联电跟这个利基店 所有的包含像产能 包含它的竞云厂的数目 还有美股的营收 跟美股的EPS 我们做一个比较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联电的股本算大 联电的股本是1240几亿 那利基店相对来讲是300多亿 所以比较小 所以这一波 在上去的一个过程中的话 我相信利基店 第一个会比较轻 因为股本的关系 但是如果说就金元数目 金元厂的一个数目来讲 其实联电总共有12座 但是利基店只有4座 那第三个就美股的营收来讲的话 其实你看联电跟利基店差不多 EPS也不会差很多 但是现在就说两个方向有点不同 联电它是基本上属于48奈米 或者是65奈米的成熟制程 那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用在车用 跟物联网 那利基店的话是28奈米以上的 所以这一块稍微比较高阶一点 所以两个未来在赛跑的一个过程中 如果说未来的车子的晶片还是缺 那联电基本上会比较好 那如果说未来的应用包含像AI 包含像这个其他的 你去看到的伺服器 那这一类的话 那对利基店会比较好 但是各位要知道有一个会影响他们的股价 感觉都会很好 都会很好 但是有一个东西会影响 第一个我刚说到股本 第二个就是外资的持股率 各位你可以去看一下 联电的外资持股率是39% 利基店多少只有6点多 所以如果说真的外资铁的心 在现在要回补一些基本的 金元代工部位的话 其实利基店是可以养 而且利基店其实散户的比重很高 那很多人是对黄虫人是有信仰的 所以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不离不弃 好 那就股价的一个角度来讲 对 等它再起 那就现在的一个角度来讲 联电会不会因为利基店的上去 而形成的比价效应 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做股票超过10年的话 你要知道比价效应 都会发生在挂牌前 而不是挂牌后 所以我再讲一次 我们通常投信也好 或什么也好 他们在买股票的时候 当你知道比如说负财要重新挂牌 你可能在前一个礼拜就先朝有一滴 当你这个地方有一个某IC设计 要挂牌的时候 你可能相关的IC设计 在前一个礼拜就有人进去蹲 那这个时间点等它一挂牌之后 不是说不会涨 但它涨势会稍微停顿 所以对联电来讲 它的前波高点是在72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我说过做股票 我比较是会有一个盘的概念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会跌 尤其是当美国在跌的时候 你台湾是美国的代工 你不可能这个地方去领先美国 所以只是时候未到而已 那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对联电来讲 如果还有机会 市场上会拱塌一下 比如说利基电洗了两天的盘 再涨的时候联电可以拱 台积电可以拱 航运股可以拱 金融股可以拱 都会把指数在做最后一波的一个冲刺 所以联电如果这个礼拜有突然急涨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尽量的建议站在卖 建好就收 对建好就收站在卖方 如果你真的想买的话 历史上联电也好台积电也好 你看台积电的低点 一个是518 一个551 一个560 哪一个是盘整区的低点 全部都是透过急刹之后形成的买点 所以如果大家要做长期投资的话 会在有急刹的时候进去买会比较好 OK好 所以这个提醒大家 有时候就是落袋维安追踪的 还有这个接下来下滑 还有一个低点真的可以买 好那从技术限期上 有没有一招可以教大家 怎么去找这个低点的一个 主体的股票 OK好我先来讲 先来补充一下 就是像刚刚提到 我是这关于车用 整个成熟晶片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到像刚刚提到联电 其实联电它目前看起来 它整个营收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 对它到明年 它的明年第一季 它整个产品都要涨价 然后甚至上明年可以变成是 所谓的造元的企业 那我这样讲就是说 以联电当然我们来看到 它整个是晶圆代工 那我这边会讲到 另外一档股票叫茂系 那你看制作人 已经不给我手版了 为什么 因为昨天我把手版给制作人 然后今天股票涨停板 所以制作人连手版都不给我 好了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好了 茂系这间公司 它是做六寸晶圆的 像之前我们的郭董 他要买了望虹一个六寸厂 这个六寸厂 当然他为什么要买这个六寸厂 就是因为我们的郭董 郭台铭 他要去发展这个车用 那如果刚提到像整个车用的布局的话 茂系它就是做六寸的晶圆 所以说其实它是可以直接受贿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昨天的时候 会丢这张手版给我们的制作人 那当然股票涨停 我们就不太多做赘述 那只是说要跟大家教一下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有类似这一种下降趋势 然后目前股价突破的 这一种是我会比较喜欢的形态 那如果提到车用的话 这边提到另外一档像是巨响 巨响它也是跟车用有相关的 那它主要是做 就是所谓的镜头VCM这一部分 那我这样讲就是说 其实以整个电动车的发展来说 在感测或是在镜头 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像Tesla 它的镜头 它的镜头数量 或它的感测数量 它非常的多 那当然巨响目前 根据了解是还不算这么 纯的车用 它只是目前产品有送样 但还没有办法打入一线大厂 只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说 在股价回档的过程当中 它到底有没有去守住下方的均线 像这一张图是巨响的周线图 它有没有去守住下方的均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利空消息 或是整个大盘把股价带下来 但如果说整个股票 它的线形还没有被破坏 它可能整理一下 或许就有机会上去 所以说我在周线看到这种情况 就代表说 它有守住下方的均线 那再来 我们看到另外一张图 同样也是巨响 OK 可以看到它上礼拜的压力是最大的 这张图上礼拜压力是最大 那上礼拜压力最大的情况之下 可是你发现它上礼拜股价 却是逆势上涨 所以在上礼拜压力最大 股价却逆势上涨 未来几个礼拜压力变小的情况之下 反而我会去留意它后续的发展 那如果提到主体的话 我想讲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 叫什么ABF宅板 其实大家看到ABF宅板 就是新兴南店都已经喷到天上去了 可是这种喷到天上去了 因为毕竟这个主题是讲主体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景硕这张股票 OK好我先说到景硕的故事 景硕它是ABF宅板 三家里面最烂就是它 那为什么最烂 因为大家都之前都传说 景硕可能会掉单之类的 所以它营收会掉 所以大家看到 南店在上个月营收创高 新兴营收也是很强 只有景硕自己一个人在底下哭泣这样 但我想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景硕他自己出来讲话 他说我第四季的营收 会比第三季还增加5% 好啦 景硕的10月营收是衰退的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公司讲的 公司没有说谎的话 它第四季的营收 会比第三季增加5% 表示说它接下来11 12月份 营收会创历史新高 所以像这种股票 就是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我不完全只是看技术面 就是我会看整个产业 然后再配合上技术面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它技术面的部分 像刚刚提到巨强那一档股票 你可以发现说股价在修正的时候 它都有守住下方的均线 所以说像最近的盘很震荡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你最近要操作 就不会去追那一种 已经涨比较多的股票 反而会等到股价 它有拉回修正的时候去观察 它回到均线附近 它到底有没有支撑 如果有支撑 我觉得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进场位置 那我们下期再见 你现在不想做的 股票 就已经看见到 我不这点 你不想做的 但是尽管 就会看了 医生的 有结果 现在 咱们 看到小伦 大家 要